在巴比伦里面引起第三次 我们的专题叫做《罪恶军藏!荷里活》 我想你如果对荷里活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你会看到一开场 就是运大笨象 上去一个高山里面的一个很巨型的 可以容纳很多人的一个大别墅 你会不会想起呢 我们是香港清水湾绍视片厂 其中一个地方是高山上的 经常有个视片活动 里面也有这种派对 那个地方跟西岸的山上的私人堡垒里面 也有一种叫做异谷同宫之妙呢 因为如果你对荷里活的世界有所认识的 它一开场运大笨象上山 其实大家都会联想起 就是原本《物片时期》 就是说《巴比伦》的电影里面的大笨象 就是这个银幕的出现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之余 你若果你有看历史以来的 你会记一些花边新闻 或者是一种叫荒淫的传闻 它里面一开场 大家就看到一个很... 我以为是多少啊? 有没有四十五至六十 但是它是一个大肥佬 跟一个可能未成年的女人 里面那种叫荒淫的活动里面 其实它也是把这个概念 取自一个荷里活的 一个密片明星的真实的外景 那这个呢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里面它其中的一个 它用了的那些荷里活传闻的一件案件 那这个案件真实里面来说 就是有这种派对 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密剧演员 是一个大肥佬来的 而这个大肥佬呢 它就是在这种荒淫的派对里面 它使得它和它一起 在做混交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个女生是那些盆骨 碎裂了 是被它压碎了 这件事你一听的时候 你都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看到这些新闻都觉得 哇!很可怕 就是它将那个荷里活 有时候有一些荒淫的世界 它轻轻点到开头 就给大家有一个看法 而它里面就没有细致的处理 但是呢 如果你有跟进呢 你会看到它里面 点到很多奇异的案件 当然啦 最大的案件呢 我稍后会更加提出的 因为那件案件呢 到今时今日都未破 以及是已经改编 拍了做电影的 那说回呢 这个戏呢 它里面呢 为什么会叫做 我用的题目叫做 《冥顶之刀》 还有来到这里呢 叫做《罪恶奔藏》呢 它里面呢 其实它里面呢 都讲了 有一件事 我们看到荷里活的那个世界 里面那里呢 我们只是在银幕上看的时候呢 就看到它表面那部分 但是你再深入去里面那里呢 你直着那种菲林的显像呢 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呢 就有很多这些细节 你呢 勾起你的那种记忆联想的 那些经典作的背后 然后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呢 它就将那个镜头 调转了 来看看如何拍摄出来的 所以呢 它那个荷里活的那个第一日呢 这个 chapter里面那里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 好似这些那样的一部 一个战争的爱情大片的里面呢 那里面呢 原来呢 有些细节的东西呢 你可能呢 就是有所不知 而它将你的叫做有所不知 而你可以在看完之后 有个概括 理解荷里活的怎样制作呢 就是将它呢 就沉溺 然后就找到一个角度呢 来讲出来给大家认识 那这个两大方向 其中这个方向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 Black Pit呢 就是做那个叫做 很大型的战争电影 但是这个战争电影呢 就是在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那个外景拍的那里呢 就是追悉温呢 因为去到直阳的时候 那它呢 就是之前呢 就设计了那些这样的视频机 就全部烂了 但是呢 就在那一刻那时呢 那它呢 就是需要一个新的视频机 要拍完 就是这一日呢 那一组里面呢 就需要拍的那些片段 如果不是呢 就原来第二组的时候呢 就非常之糟糕的了 那那个东西那里呢 那男主角呢 就作为呢 就是在那一刻那时呢 它发挥到 它第一日呢 里面那时呢 它拿到一个成绩的那个战争 那另外呢 那它也说呢 它当时荷里活那里呢 都已经有一些叫做 女性的导演呢 它里面呢 它拍摄的那时候呢 它完全呢 它都是面对着另外的一种问题 那另外一种问题的时候呢 它譬如呢 它就是在女主角 它有幸呢 就来到这个工厂里面呢 制片厂里面那里呢 它找到一个角色 那角色呢 就原本呢 那它呢 基本上呢 就是 开头一时都是一个花瓶的角色 而导演呢 都觉得 喂我这部商业片了啊 原本我们订阅的那个演员 是大波妹来的啊 为什么 麻烦你看一下 那我想都是特技的 因为应该小丑女 好像原本 你都有一些 啊 那些身材都不算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说给你听 他两个初歌的时候呢 不够称的 就是说他的身形不够称 在密片时期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 喂 不够称的啊 你这样的 不过怎么做到的时候呢 可以啊 OK啊 还有呢 那个也都令到 我主角都觉得 喂 为什么这个cafe 会跟我争气的 那叫特弱呢 这个小丑女做的角色 是一个特弱的 但是当时呢 他基本上呢 你现在呢 我想你上网看些资料呢 那你都看到呢 他演的那个呢 就在那个 那个密片时期那里呢 是真的有一个叫做 model 有一个角色 有一个这样的演员 他在那里呢 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一个话题的一个女演员 而是 而是 他就将他这一种经历呢 就套了下去 这部电影那里 那么 所以 所以他跟着呢 他去到那个叫做 去那个叫做 有声电影呢 在那一刻的时候出现呢 的时候呢 那曾经呢 就在那个密片时期呢 他呢 在那里呢 解决了那个摄影机 拿回来个片场那里呢 赶拍那个 处阳内料的那个危机 他解决了之外那时候呢 那另外一个叫做 有片的时期 有声电影的时期 那他呢 就也都 受命于 走去 纽约那里 先看一个 那个叫做 反应 有声电影出来的反应呢 那在那里呢 那他呢 也都呢 当时呢 就撞到呢 就是 在那个叫做 派对里面 海后的那个女主角呢 那然后呢 大家呢 就将整个这个故事呢 那个叫 感情线的发展呢 就去得呢 就是很有一个 叫做 气劇化的作用 那他纽约的那一段呢 那他呢 你会看到呢 他拉阔了 荷里活 和西岸和东岸的分别 就是 除了 那个荷里活的里面的 白鲁绘里面 和荷里活的那种分别呢 那里面表现出来之外呢 那有很多呢 你会看到呢 东西两岸 就变成了呢 就是他里面的那些电影人 和话剧中人 舞台剧的世界的那些人 和东岸电影的那种分别呢 都在那里呢 就表现出来 那最大的那个分别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东岸的那样东西呢 就比较上呢 是叫做 找一种叫雅 雅族共赏的那样东西出来 而往往呢 就对于荷里活呢 那个发展呢 就觉得 因为荷里活呢 就是比较上呢 很续套的 整个世界 那这个呢 就基本上呢 就是一直呢 我们看 在那个时期 整个那个叫做 电影发展啊 和波瑞的那个 如何和荷里活之间 八老汇呢 那种舞台剧 和电影的那个关系呢 其实今时今日呢 我们在香港电影 都在面对着这个问题 舞台剧 和电影之间呢 怎样交融 或者有些什么不同呢 都还是在那里呢 就是在那里呢 就是大家呢 就是在那里呢 就是用不同的媒体呢 里面呢 就找到一个叫做 共同的发展之路来的 那你看到呢 所以它其中有一场呢 就是到那里面呢 就是在那里面的发展之路呢 就是在那里面的发展之路呢 那里面的发展之路呢 也就是在这里面的发展之路呢 不是就讲戏剧的发展出来,它找到一个角度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有很多元素它就做了出来 其实最关键就是它里面触及到戏剧下半段 已经去了一个更加深入讲荷里活的一个世界 因为之前你可以说头头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 都是带大家认识荷里活 但是直着这个叫做《蜘蛛俠》做这个角色 这个叫做老牌《蜘蛛俠》,《多比物锅》 做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戏去到另一个层次 那是一个什么层次呢? 第四节再跟大家《电影有毒》